上一則影片我們講到微信公眾號的群發功能 然後出現一個錯誤 就是在上一節的時候 我在發送群發的時候 因為在做demo給大家看 所以在群發對象這邊 我選了按分類的群組 結果我沒有去選擇群組 然後我就直接發出去 所以很多人沒有收到 會變成說未分組的那些人有收到 那其實我本來是要用這個全部用戶的 結果我忘記了就發出去了 那沒關係我發出去之後 在已發送這邊我看到 確實在星期一就是昨天的18點18分發出去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我這邊昨天發的時候 我的內容有寫到說收到人請回發一下 所以在我的管理這邊的消息管理這邊 我有看到有一個金漢他寫收到 蘇菲他寫收到 其他人可能有人收到還沒有回 沒關係這代表確實有發出去了 那我自己 我自己並沒有收到 因為我不是在那個 微分類群組裡面 那今天講的就是這個功能裡面的高級功能 也就是說大家如果已經申請完公眾帳號之後 隔個可能兩三天或五天以內 然後被開啟這個高級功能之後 這個高級功能主要他分了兩個模式 一個叫做編輯模式 一個叫做開發模式 那我目前是以開啟的狀態是開發模式 什麼叫做以開發模式 他有告訴你說在此模式下 開發者可以通過公眾平台提供的接口 實現自動回復獲取訂閱者 自動定義菜單等等的功能 這個意思就是說 你有一個外掛軟體跟公眾平台 這個後台可以做結合 那你的微信的功能就會變多變強 那外掛軟體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電腦的本機 如果你安裝了某些軟體 然後你再加一些外掛的話 你那個軟體的功能就擴充 那通常那個外掛軟體 跟本身的你安裝的軟體 是不同公司去生產的 那那個別人生產的外掛軟體 會讓你的功能變強 那你可以去買很多外掛軟體 可是一般我們在安裝外掛軟體的時候 因為在自己電腦本機 大家比較觀念上可能比較覺得說 這個好像是另外一個軟體安裝進來的 可是在雲端上面的話 怎麼去外掛軟體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A網站提供這個功能 然後B網站也提供了一個功能 只是說你在上A網站的時候 你並不需要去到B網站那邊去做設定 或者是你去B網站那邊 就不需要在A網站這邊去設定 因為他已經掛進來了 舉個例子 就是在臉書的時候 像臉書的APP 有一些外掛APP 像這一個英文好好笑 這是我隨便舉的一個例子 那裡面我就在裡面裝了一個 集點競賽拿大獎 這個就是臉書的外掛軟體 那這個外掛軟體呢 它其實是存在另外一個網站 並不是在臉書裡面 但是臉書它有提供這個接口 也就是說它有給你算網址跟一個密碼 那你可以去跟另外一個網站去做對應接口 那另外一個網站呢 就可以去這個網站的功能呢 遷入到臉書裡面來 所以臉書裡面就會看到這個功能 像這樣子 這個功能呢 其實是在另外一個網站提供的 這就是一種雲端的外掛軟體 那微盟呢 它其實就是在微信的公眾平台呢 提供的另外一家第三方的外掛軟體 是我們是使用微盟的產品 那這個外掛軟體呢 它必須在開發模式這邊進去設定 接口 所謂的設定接口就是 開發者的 開發者身份呢 必須要有這個URL 然後還有一個Token 然後呢 開發者的 屏句這邊 這個是這個這個念屏嗎 簡體字有的看不太懂 它會有個APP的ID 然後呢 會有個APP的secret 所以這些東西呢 是讓兩個網站去做對接的一種方法 你必須把這個東西去做設定 然後設定完成之後呢 才能夠讓這兩個網站互通 這個就叫做接口 它底下我告訴你這個接口的描述啊 基礎接口功能呢 就是可以去接收用戶的消息 就剛剛大家看到的 使用者他們發消息的時候呢 我在這個後台就可以看到 然後也可以向用戶去回覆消息 還有這個接受事件的推送 什麼叫做事件自動推送呢 譬如說你去關 如果你的粉絲關注你 或是取消關注的時候 你可以送他一個訊息 像你們如果關注我的公眾帳號 按關注的時候呢 我公眾帳號就會發一個頁面給你 告訴你某些事情 這個就是他們綁定之後可以做的一些事 那還有就是這個自定義菜單 自定義菜單就是我第一個影片跟大家講的 我們來看一下我再把那個手機的畫面叫出來 這個是我的手機畫面 然後進去微信的平台 找到我的公眾帳號 進去之後呢 就是上次大家看到的 這個就是自定義菜單 網路創業這個菜單 然後電子發報機一個菜單 留言板這邊一個菜單 那這每一個菜單呢 都可以讓他直接點進去 然後連結到你要的地方去 所以你要的地方就是 連結到你自己做好的網站 網頁的意思 比如說這個免費價賬 我點一下的時候 他會跑出這個網頁 跑出這樣的一個網站 那其實這個網站呢 我是在那個Wordpress製作的 一個手機版的網頁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那如果你點選另外一個菜單的話 我們點一下這個地方 就會回到另外回到剛剛的商頁 網路創業裡面的Wordpress價賬 再點一下的時候 你就會看到Wordpress價賬的這個網頁頁 這個就是基礎的自定義菜單的功能 我們再回到上一頁去 其他一樣 我這其實每一個自定義菜單 都會有連結到一個網站 一個網頁去 那這個自定義菜單 底下有1 2 3 3個欄位可以去設定 最多只能夠3個 不能夠超過3個 然後字數不能夠超過 我測試的結果 中文字的話不能夠超過5個字 太長了 他會不允許 那底下的紙菜單有像這邊 免費價賬 Wordpress價賬 SEO教學 未必離價賬 影片製作1 2 3 4 5 最多就只有5個 這個值類菜單最多就是5個 這邊也是最多可以有5個 這個就叫做自定義菜單 當我們把這個接口設定完畢之後 我們就可以有這些基礎接口的功能 跟這個自定義菜單的功能了 那怎麼去製作這個自定義菜單 這一節我們還來不及講到 我們先把這個怎麼樣 怎麼樣把這個接口把它接起來 先把它講完比較重要 現在我們到第三方就是威盟的那個網站去 這個就是威盟的網站 也就是大陸目前最大的一個第三方微信的軟件 那這個平台在vmob.com裡面 我們要登入 那當然你要購買一個威盟號 那我們就是代理這個威盟號 供客戶使用 所以如果客戶需要的話 可以找我們購買申請這個威盟號 那你就可以擁有第三方軟件的功能 OK我先登入一下到後台去給各位看 好這個就是威盟的後台 那當你第一次進入的時候 你這邊不會像我一樣 有一個公眾帳號 這是因為我已經添加了公眾帳號 所以我這邊會有一個公眾帳號的訊息 已經在這邊了 如果一開始你進來的時候 你必須按這個添加公眾帳號 那目前我已經沒有辦法再添加了 因為我買的是一個帳號 所以配合不足 這個後台 威盟的後台 目前只能綁定一個公眾帳號 那沒關係我就按編輯讓各位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編輯 好公眾帳號 然後必須跟這個威盟的帳號綁定 那這個威盟帳號 要怎麼樣提供綁定呢 首先你登入這個威盟帳號的時候 這邊有個公眾號名稱 你就必須把你的微信公眾號的名稱 像我的是流奶爸網路窗 我就把它打在這邊 然後公眾號的原始ID 這個原始ID 他這邊有講說請認真填寫錯了不能修改 那他有舉例這個原始ID長的樣子 大概也是長這個樣子 所以你必須到剛剛的微信公眾平台去取得你自己的原始ID 也就是在設置的地方 帳號訊息的地方 這邊會有個原始ID 你必須把這個原始ID copy起來 然後貼到這個 微盟的第三方後台貼進來 因為我已經貼過驗證過了 所以目前是不能夠修改的 然後還有微信號 你要把它填進來 也就是在你的微信公眾平台 這邊有個微信號 你要把這個微信號貼到微盟裡面的微信號裡面來 然後這邊選擇封面請上傳一張頭像 這個頭像是重點 請上傳夠帥的 然後還有一個接口地址 這個接口地址很重要 接口地址是必須提供給微信的公眾平台 所以這個接口地址其實就是要告訴微信說 我們微盟的網站在哪邊 所以你要接接過來 你的一些訊號要傳送過來我們這邊 你就把這個複製起來 然後到微信公眾平台裡面去 到這個微信平台裡面來的功能裡面的高級功能裡面 然後開發模式裡面 就是這邊你要把這個URL剛剛的那個微盟的網址 把它貼進來 然後還有一個Token 那什麼叫Token Token你就把它當成一個鑰匙就對了 然後到微盟這邊後來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Token 所以你就把這個Token貼到微信公眾平台裡面的Token 這樣就好了 所以這個時候微信的公眾平台 他就會知道我這邊如果有訊息的話 我會跟這個微盟的這個網址去做串聯 然後透過這個Token 他會打通這個接口 然後接著你微盟底下這些公眾帳號的信箱 你要把它Key進來 然後粉絲數多少 粉絲數多少你自己隨便打 一般我是打越多越好 那類型類型就是你自己選一個適合你的類型 然後按保存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有個功能介紹 功能介紹他就會告訴你說這個微盟平台的第三方軟件裡面 包括優惠券 刮刮卡 大轉盤 微投票 一站到底等等 他有很多外掛功能都是微信本身不提供的 那這些功能就是跟我們傳統實體的店面做的一些活動很類似 只是說我們要怎麼樣把這些功能應用到手機上面去 這個才是重點 那如果是微信本身的公眾平台 他並沒有提供這些促銷啊 行銷這些工具 所以我們才會去使用這個第三方的軟體 再回到這個管理平台 這個你們會看到這個會員套餐 目前我是購買增強版 然後如果再升級上去的話 有到其他版本功能更多 所謂的功能就是剛剛看到的那些行銷工具 行銷工具越多的話 他的版本費用就越高 那他這個雲端租券的平台是每年一約 每年要簽一次 等於說類似現在的租用網站空間的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我點這個公眾平台公眾號的名稱點進去之後 我就可以開始去使用 開始去使用這個 微盟到後台提供的這些 比如說素材庫啊 自定義菜單啊 這些微官網啊 留言啊 會員卡 微拍微信牆等等等等 這些功能 功能蠻多的 這個就是微盟第三方 軟件提供的一些功能 那你在這個微信公眾平台呢 你就會發現 原來這個公眾平台如果沒有第三方功能的話 它功能還蠻陽春的 頂多就是群發 那群發裡面可以發圖文可以發影音 那頂多就是這樣子而已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用微盟這個第三方軟件去做行銷的主要原因 進去